香港復常撤銷口罩令已經超過半個月 近日有醫院和社區出現呼吸導合包病毒爆發情況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 星期六出席電台節目表示 其實一直由我們小小在讀醫學院的時候 都知道是其中一種有一定殺傷的影響小朋友的病毒 不過以往通常影響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特別是那些有早產 又或者因為早產而令到有慢性肺病 有先天症心臟病的小朋友 通常如果有了呼吸導合包病毒感染 會引致到小朋友有比較厲害的肢氣管炎 而年紀小的小朋友有時候肢氣管炎會氣速 不過最近這兩個月我們在病房 其實一直一直住 幾乎每天都收了很多呼吸導感染的小朋友 嚴重到有些小朋友本身是健康的 進來很氣喘,吃不到奶 要陽氣甚至可能吊著陽氣要好幾天 去到整個星期都想不到 所以那裡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不過一個好的地方 一般這些個性病毒感染 如果是身體健康的小朋友 只要適當去求醫 盡早去支援 一般都會康復的 中文字幕志愣 O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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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B